我聽取緣法律顧問的意見 和我們團隊商量之後 是會決定作出上訴 並且會由我代表律師 向終審法院提交這個上訴的申請許可 這件事上面對我來說 剛才前我講過 其實是一個小小的挫折 也是面前的一個小小困難 但是經我團隊商討之後 和在這件事上面亦都提醒了我自己 我是在2018年的一次公開公平公正的補選之下 成為立法會議員的 所以在超過10萬6千的投票者 對我的信任而成為立法會議員 我覺得我自己都應該是要據理力爭 去作出這個上訴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是入了紙 去申請這個上訴的許可 而終審法院他們需要多少時間去考慮呢 這個就其實不是在我的控制範圍之內 就是可以知道了 所以其實在這段時間呢 我都是如果我直接點說 我的角色是比較被動的 都是要等這個司法程序去完結 早前的法庭的裁決呢 其實可能是和選舉前的一些程序是有問題有關 其實和我自己本人呢是沒有任何的關係 因為我呢其實是一個參選人 是經過一場補選而去成為立法會議員的 那所以呢我只能夠在程序上面說 我自己個人是依足所有程序去做的 那至於今次上訴 申請的許可最終的結果呢 是沒有人可以預測 那我現在只可以等到結果 好